今天呢是一期边聊天边化妆的视频 想和大家分享十分钟就搞定的一个日常妆容 然后同时想和大家聊聊关于外貌焦虑这个话题 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 可能在某一个阶段都有经历过外貌焦虑 可能这种焦虑对现代的年轻人会更加普遍吧 毕竟社交媒体电视电影上面那些完美的人 好像都在提醒我们什么是美的 然后你就会拿真实的自己的样子跟他们做对比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容易被接受 那就我自己来说呢 我的柔貌焦虑可能从青春期就开始了 我记得我十一二岁开始就非常注意自己外貌一些特征 然后会找出一些不喜欢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出妆的时候因为生活在广州嘛 然后晒得比较黑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漂亮的女孩子都是白白嫩嫩的 为什么我这么黑 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比较爱美吧 因为我们校服是裙子 然后我每次走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就是皮肤比别人黑 我就觉得我要掰起来 然后我就会往自己腿上抹那个BB霜 我现在想想这张天哪 太夸张了 那我高中的时候呢 我非常讨厌我的雀斑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从小天生就是有雀斑的嘛 那个时候我都觉得美的人的肌肤是无瑕疵的 然后我就非常讨厌我这些斑店 我记得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 用了很多那种美白去斑的产品 就每天抹每天抹 然后就很沮丧 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消失 可能一直直到我十九二十岁吧 我还会一直就是拿粉底去遮盖它们 像淡妆的话呢 我平时可能就不涂粉底了 然后呢 用这种调色盆 这个是肉粉色的 遮一下黑眼圈 我记得我大概是18岁左右 刚来英国的时候 我的容貌焦虑其实就有在慢慢减少 因为我发现英国这边各种各样很有个性的人 然后就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我走在街上 然后有一个黑人大叔在发传单嘛 当时我拿完传单 他跟我说 诶你的黑头发很美 就是很闪亮的那一种 当时就愣了一下 就诶 就真的是第一次在街上会有素不相识的人 这样子很真诚的去赞美你的一个特点 然后当下呢 我就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亚洲人 我的这种黑发 可能在我自己眼里会觉得很普通 但是在别人眼里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特质 然后后面呢 有很多外国女生跟我说 她们喜欢我的雀斑 然后当我跟她们说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有在 把她们遮起来的时候 她们就很惊讶说 为什么要遮起来 她们化妆的时候还会故意点那种雀斑的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好像自己讨厌自己的地方 在别人眼里 可能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好看的一个特质 甚至当我遇到张妮的时候 她跟我说她最喜欢我的地方 就是我的雀斑 她觉得很可爱 从那之后呢 我就真的不再讨厌她们了 甚至我现在还蛮喜欢她们的 我都不想去遮探 我从16年开始做博主 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那这些年呢 真的是无论我做什么 都会有人给我很多外表的一些看法 一百个人里面会有一百种不同的审美 然后每天都会有人告诉你 要这样子比较好看 那样子不好看 可能我刚开始那一两年会被影响 最近这两年 其实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 我基本是内心毫无波澜的 无论是我在尝试一种不同的风格也好 还是说我胖了 我瘦了 就是我有任何外貌上的改变 我都知道我是我自己 然后也是很特别 很独一无二的 眼影呢 轻轻弄一点这种大地色就可以了 稍微加深下眼窝 让整个轮廓看起来更立体就好了 换了一个非常淡的眼妆 稍微涂一下睫毛膏 然后拉了一点点棕色眼线 稍微剩一点腮红 提一下气色 口红呢 喜欢一只比较贴近自己唇色的裸色 这个妆容就这样子搞定啦 我的五官还有脸型是更适合欧美妆一点的 今天这个妆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自然了 每天呢可能花十分钟就搞定 在保持比较真实的基础上呢 做了一点点修饰 取长补短嘛 那最后呢与其告诉大家不要容貌焦虑 还不如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小技巧 去缓解这个容貌焦虑 对我来说很有用的 那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 那作为博主呢这一点其实我很清楚 我每发的一张照片背后都有策划 然后都有很精美的妆容 可能几百样照片里面选出几张可以用的照片 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状态好和不好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所以呢千万不要拿真实自己去跟别人最佳的一个状态 去做对比 那第二点呢就是多尝试不同的风格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好看的人 只有没有找到自己风格的人 你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妆容 不同的穿搭 去打造不同的造型 去找适合自己的那个风格 因为那样子的话 你才会找到自己的一个个人特色 才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那最后一点呢也很重要 是要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很多人欣赏不到你的美 不代表你不美 可能只是你还没有找到能够欣赏你的人 来个比方 我比较喜欢自己有线条感的身材 比较喜欢自己黑一点的皮肤 但是在很多人眼里 她们可能会觉得白更好看 或是瘦更美 所以她们会get不到这种风格 有很多很多喜欢欧美风的女孩子们 她们会get到这种美 所以呢 You know what I don't care 那些正在经历容貌焦虑的女生 我想告诉你 你做自己的样子就很美 周日呢来东文敦逛集市 来逛逛很有艺术气息的小店和时装骨灼店 我在东文敦已经生活了四五年了 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 非常自由的区域 走在街上会看见很多打扮很有个性的人 有酷酷的街头风 也有颜色鲜艳的复古穿单 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特别的风格 所以我每次来都会被这种自信 做自己的态度而感染 今天逛完复古集市 感觉有被影响到 买了很多这种复古的首饰 还有耳环 然后卷了一个头发 淘了一件骨灼的上衣 整个人风格都不一样 蛮好玩的 美就是这样 以前的我可能不会去尝试这种酷一点的风格 但是现在我好像爱上这种 探索自己的多样性 这样才是乐趣所在啊